你见过父亲殴打儿子的画面吗 而且是重拳垂击的那种 只见泰罗一脚踢翻泰家 随后对罗布兄弟发射雷霆电击 看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想 奥特曼不是一家亲吗 怎么还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我猜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原因 那就跟着我一起往下看呗 就在数小时前 托雷基亚召唤出怪兽格里姆德 城镇居民落荒而逃 有幸和罗布兄弟便是奥特曼上前迎战 罗布兄弟打前阵 泰家则在后面输出 就这样泰家使出黄金斯特利姆光线 奈何格里姆德全盘吸收 还来了个大反弹 泰家一下被打回普通形态 咦这画面和杰盾杀死初代有点像啊 不得不说怪兽不愧是怪兽 连攻击方式都是一样一样的哦 紧接着格里姆德以超高的速度 将罗索布鲁泰家打倒在地 随后对其一番践踏 眼看格里姆德就要终结泰家时 突然闪出一道光线 没错 我们的老朋友泰罗登场了 和儿子唠嗑一会儿后 泰罗冲上去与格里姆德肉搏 奈何怪兽过于强大 泰罗被其层层压制 无奈之下 泰罗使出奥特炸弹 作为泰罗的必杀技 奥特炸弹有多厉害 想必大家早已耳闻目睹了吧 毕竟人家曾用其拯救了光之国呢 那么这次会如自己所愿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只见泰罗自爆式的冲向格里姆德 顷刻间格里姆德被炸消失 泰家看着自己的父亲胜利了 兴冲冲的上去夸赞他 不料却被其一脚踹倒在地 还没等罗布兄弟反过神来 泰罗计时期就开始冒出黑暗的气息 看到这儿大家明白了什么吗 其实在泰罗引爆格里姆德的时候 两者的气息就合二为一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泰罗受格里姆德控制 只见他开始脚踩泰家 罗布兄弟释放光线阻止 却被格里姆德发射的闪电打回人间体 紧接着泰罗一把抓起泰家 对齐又是打又是踢 哎俗话说的好呀 虎毒不食子 但看泰罗这干架姿势 简直比老虎还要可怕 最后泰罗发狂式的使出电击重创泰家 就在他蓄力发射斯特利姆光线的时候 泰家同样使出光线对抗 一阵对拨后泰罗就此消失 泰家变回了人间体 面对父亲的种种作为 泰家开始在人间体面前抱怨起泰罗 说他为了拯救儿子 居然被黑暗力量给吞噬 根本不配做宇宙警卑队教官 这时小鹿出现了 作为同样与父亲战斗过的奥特曼 小鹿似乎比谁都更懂泰家 因此他不断鼓励泰家 就这样泰家重拾信心准备救出父亲 这时泰罗和托雷基亚出现在城市中央 新生代奥特曼人间体一一奔赴现场 在欧布等人进行讨债后 以银河为首的八位奥特曼闪亮登场 看这阵势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其实怎么说呢 泰罗的初衷只是为了拯救儿子泰家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自暴式战斗 会让自己被黑暗给吞噬 从而变成杀人不眨眼的狂魔 可以说是爱子心切吧 那么大家猜猜泰家能救回父亲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接着看 拜拜